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弹气延续在走 落地CW走 来看一下这里的极限延续 来延续跟上 弹气延续在跟 看一下甩过来CW走 一次优点来了 看一下猫仔能不能稳住 猫仔好伟 而且这个距离还在不断地被拉开 而重在后方追起来稍微有点吃力 哎呀 这一个拖飘 已经没有互追的空间了呀 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 除非猫仔在前方发生一个主动状态的大树 要不然的话是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护追的距离了 的确 虽然相当都是选择在我们的机甲 但是因为就是同车嘛 也是没有什么追的空间 现在看中这一波 弹气没有什么问题 马上进入到二楼 对的 这里的快出 甩过来 拐过来 这一手弹射 路线形成一个W系统 我看肚子很快 哎 猫仔好也给机会了 看一下这里的路线 找一下路线淡气延续在跟 拐一下小分淡气延续 来距离最后一波15点 猫仔能否稳住 重能否创始成功 一球技能再次发动 换手淡气 来了 来了 最后一波淡气延续跟上 超长的一球特效 没有15点了 让我们恭喜猫仔 是 怎么说 来一手 双方一个双台起步 来 直接击满淡气形成一个WCWP 弹着转位 但这个距离猫仔的优势 好像在不断的被拉开 从两个车转位来到了 四个车转位了 担心 哎呀 我就是说嘛 这些时候没稳住呀 意外相对就太大了呀 可惜了 猫仔现在直接被反舱 而重手里 还有一个担心的情况下 被拉开了一个长直道 说真的 像这种情况下 重第二圈 完全不需要 才有一个直线方法 只需要用最基本的 一个稳妥的方法 也能够拿下 这一场比赛能力 这把有点小拓飘 但是路线来说 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但是问题不大 形成一个弹射延续的 一个跑法 但继续 点标 弹翼甩尾 WCWP 但继续 再跟 利用空洞流利喷 利用自己赛车特效 再形成一个CWP 但继续 找一下路线 这里 撞墙点过来 路线稳微有点慢 但是 这是一个对温度的跑法 哎 这里为什么还会撞墙呢 而且没有小分的 加长度度 这不就慢了吗 这可能就有点麻烦了呀 小拓一个W 哎 换了一下再继 小拓一个CWP 一续一续地址 阿B 再一走 车身再调整一下路线 小拓一个CWP走 点飘过弯 但继续再走 最后的路线 看一下最终胜利合计是 多少 一分一至七码七零 哎呦 第一点 先来看看起步 这把正乘先起步 开局就流行一个车身为 来 这把这坛四 12位CWPP 快速延续 那道超车 猫仔现在的路线 要比重好很多 重这里的凤凰卡器 这个距离被拉得很远 这样的话 又是就被拉开了呀 这里一手暴力 哇 蹭了一下墙 只有一个CWPP的速度 再甩尾弹射 跟我来 看一下前方的暴力 再走 找一下路线 前方要不要 这里真的进阶了 这个路线 不像是有甩尾的样子 来看一下 E4RBP RBP 哇 这里的E4U 都拉进了距离 万万没有闪到 只有两个车位 距离看一下 这种能不能稳住 能不能继续持续超车 摔尾点来了 一甩 转一下路线 再接前方的一个暴力 哎 这里只有一个WCW可能有时度 再接CWP一走 CW在一方 这里再卡一下弹气 卡不弹气 手里是要比对方少一个弹气的呀 但是这里可以接一下二段延续 二段延续也双杀双位 哇 这里直接进阶 球稳了一波 二段延续再跟 带接暴力一走 前方的这里 卡一下气 来了 但是距离并没有拉近 还是被拉远了一点点 通过这一卡气 拖了一下 这个拖飘可能稍微有点致命 而且只有一个WCW可能的速度 现在这种到底是在干嘛呀 这个弹气节奏 为什么这么乱呢 那来看一下前方需要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卡不弹气 可以的 前方还是要暴力入弯 意思有点 哇 这个距离并没拉近 应该是要没了呀 对然贴弯还是贴得比较紫的 除非暴宰在前方 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失误 要不然的话是很难后追的 好的 最后两个弯道 进阶再走 最后一个操续道 可以直接放弹气 让我们看一下 对中的双线双线 过行吗 就直接的起步 放弹头使用的 Francboard 这里猫带了起步 比较多年了快一点 哇 这开局被拉开的距离 稍微有点大呀 而且这是一直在脱飘 刹车风光点的情况下 已经被拉开了半个小短直道 在这种情况下 不太好追了呀 来看一下这个淡气延续 跟上一时又点来了 这个一时又 哇 这个一时又帽子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再利用通报数 判一手淡气 拐过来 现在距离 再次被拉到了 一个直道 一个短直道 判出延续 判延续 跟上 再来进阶 现在通过第二名的视角来看 距离第一名 这个距离是真的不太好追 来 这里猫带在换手淡气 前方直接点飘过来 再换手淡气 洗断空 断空延续 再跟 换手淡气 准备一个CW一走 暴力再跟 好的 这里的路线 没有任何问题 也踩上加速带 这个一修 看一下怎么逼过去 哇 这个路线 供应该的提现 但是这里的特色调整 失误了一点 但是特色拉过来了 继续拉近了 给到这种机会了 看一下这种能不能抓住 这个机会 这种要散了 看一下这种能不能超车 最后一个弯道 没了 没了 没办法后追了 让我们看一下 最终的中线场地 猫仔是1分17 哇 好快 冲线之前出了一个失误 是的 来看一下这一把的一个局部 现在猫仔一手外卡内 但是没有卡中 现在中一手那条超车 现在领跑了 大概在这个身上位 快出6分 接一会 WCW分 特身拉一下车头 但停延续带根 一手细节双杀弹射 直接击满淡气 现在再一手双杀那条超车 哇 直接卡了一下正 正的路线被卡坏了 这一手被卡歪了一下 看一下前方的流盆延续 特身延续 路线不错 再加暴力 前方来一下细节 二段 这一手WCW分 但停延续带根 留下小分 落地暴力 哎呀 没了 滑了 别说 这一张赛道呢 不到最后一刻 永远不会到 我知道 一句话也太多了 这里 对 这张赛道毕竟是一个六星级的男赛道 意外非常多 来 带行延续带根 二段弹射 一段甩 哇 这里的弹射脱了呀 二段弹射还好 现在终于已经追了上来 只差一大约在小半个短直道 还有聚会 一段 二段延续 落地 接CW等 测诚 刘昆 落地 接暴力 看一下 只有一个CW单分的一个时度 现在这种的距离又被拉开了一点点 测诚小种 哇 没了 这是真的没了呀 这个时候再装一下 现在这个距离是真的不可后续的呀 这个重麻烦了 这一把如果被拿到一个带点的话 很难 这室内的弯道也不太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是的 像这里 室内的弯道 它的难度系数是没有那么恐怖的 来看一下这里的 619RB 哇 这个ECU也是没有任何的可控 来 单单弹射点一甩 来 二甩 哇 这里直接抽稳了一波 第三个刷尾 进阶 看一下对中转眼成绩是 来到了1分40 哇 好快 7分44 挺快的 严均的起步 一侧 侧身加断角 就像一个WC 大不了喷 快出流分延续 再接暴力一走 现在之后拿到林旁 快出流分延续 再跟进阶一走 拉一下特身 这里的特身 需要留下小分 在流分接暴力跟上 现在这个距离好像被拉开到了 小半个短直道 猫仔不太好追 还一甩尾再跟 现在来说看一下后方的一个跑法了 快出流分延续 一甩 带进延续再跟 再甩 哇 这里是一个进阶的一个跑法 还好 跑法的路线没有任何的问题 进阶拉挑 撞桥拉挑 再跟 再甩一下 管管来 哦 出问题了 这个问题出的效率来大 来ECU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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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ECU并没拉近看来 像众生平选手 对于这张赛道的理解能力 还是非常强悍的 到目前来说 没有给到明显比较大的一个失误 看来猫仔想要追上来 可能并不是特别的轻松 拉一下侧身 再跟一下侧下暴力 登过来 稍微有点小拖 路线场有点问题 这个距离又被拉远了一点点 虽然出了一个弹性甩尾的程度 但是 哎 哎 中一个机会了 坏了 看下这个机会 进阶拉标 再来一个二段拉 三段拉 最后的撞桥点拉 撞桥点标跟过来 没了没了 哎呀 卡了一下 这个角度太高级了 小的 好的 让我们看一下最终的一个冲线冲地 最终冲线1分34 其实中这一把跑得还是比较适的 不一样的点 来看一下这一局啊 希望不要再闪了 哎 帽子好像不闪了 希望再来一次一场 公平公众的比赛 是 中这边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顺畅 来 这里洛基在接谈一稍微 打不去打不打坑 来 拉一句笔了 有机会一修再走 好的 这一手一修 路线做得非常棒 但是连续在跟 来 再甩一下 走 这一手打不去打不坑 现在猫带紧飞其后 看一下能不能追上 哦 这一手啊 哎 但是还是被卡住了 你确 哎 这俩人在 弄香摆给大理包啊 哎 坏了 中麻了 没了没了没了 这个距离是真的没了 来看一下这里的铁锹 过来 这个距离不太好追啊 看下个数五点吧 非常可惜 这里这种跑法太可惜了 呃 但是这铁锹乱掉了 来看一下这里 哎呀 这一手脱飘 这个距离在不断的被拉开呀 这还是从了 依旧是从了猫带的一个 个人精度的即时跑法呢 哎 距离拉近了一点点 看来猫带在前方的一个细节 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手打不去打不去打不去 看来正对于 冰霍这辆赛车的一个理解 还是非常造变的 哎呀 这边又减速了呀 是的 这身在拉 哎呀没了 天哪 这坏了 着急了 真太着急了 着急了 这种现在已经着急了 非常难受 来看一下猫带这边 依旧是非常文件 看一下最能的重现 打不去打不去 再走 最终重现成绩是1分35 恭喜猫带 呃 没有改变结果了 ZingSpeed Mobile tốc度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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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